大家好,我是陳美濤 今天想說說各個版本的虛竹 第一個虛竹是82年的王逸華 有傳聞說,錯時虛竹選的不是王逸華 而是同期藝芬班出身的李青山 但李青山不想剃光頭,推了這個角色 結果王逸華做虛竹做得很成功 還很快有得做郭靖 李青山就安排做射雕的長頭髮配角 好像是江南七怪,李青山當然不肯 後來掙扎了一輪,都紅不起來 童年還有新天龍八步 繼續是王逸華來做 不過就沒那麼多氣憤了 九十年代有台灣版《關禮傑演虛竹》 這個虛竹是失憶的段譽 我猜選角時都是以段譽做中心 所以瓜麗傑文則彬彬,幾有貴氣 就不太像虛竹了 九四年有一套同仁電影 《新天龍八步之天生同老》 做虛竹的居然是林文龍 還跟他加了一大大胎記 真是浪費了個帥仔樣 據說這個角色本來是郭富城來演 但由於氣氛越改越少,郭富城就不做了 九七年就到范少王做虛竹 應該是我們比較熟悉的版本 范少王兩歲就開始參與動作電影 他本身都有虛竹的外戲 加上身材很大隻 做虛竹也挺顯眼的 我覺得這個版本的 是喬風、段譽和虛竹 可以算得上是最佳配搭了 03年就到高虎了 他很努力表達虛竹的初出茅廬和外戲 他都因為這個角色一炮二紅 可惜,他後來拍駕車戲的時候 意外撞死人,而被判刑 後來再努力,又因為吸毒而被封殺 也不再有機會了 到2013年,寒棟做虛竹 他的樣子比原著的虛竹英俊太多 演到一種無辜的感覺 寒棟也是一個很出色的演員 但運氣就不太好 好像做虛竹那樣 努力了幾個月 怎知道劇播的時候 因為收視不好 播到四十多集就腰斬 那時候虛竹才剛出場 新的《天龍八部》已經拍完 選了張天陽來做虛竹 做成點未知 但明顯不是一個醜男 講起上來 虛竹這個角色都頗引人注目 雖然遲出場 但這種醜樣 蠢蠢地而又好運的角色 是頗吸引觀眾的 好幾個演員都因為做虛竹而紅了 可惜近這十年 大家好像越來越接受不到 電視劇裏面有醜樣的男人或女人 連原珠裏面被恐上 雙耳招風的虛竹都變成帥氣了 這麼多個版本 誰才是你心目中的虛竹呢?